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因水啸 第269章 天虚深处的青色火焰 玉和熙连忙说道 这不敢当 只要涉及到镇道方面的事情 我必定会全力以赴 我担心的是 就算我们布置了再强的防御法阵 也挡不住真正的强者 莫无忌微微一笑 这就不用预回主丹佑了 一旦有强者闯阵 自然会有人对付他 这是莫无忌和白絮老头的约定 他负责帮忙完成白絮老头交代的事情 白絮老头必须要帮忙看着失落大陆 一旦有域外修士入侵 绝不允许和上回一样 装作不知道 听到莫无忌的话 众人心中皆是大定 风震秋更是说 莫盟主放心 现在百宗联盟资源充足 朕到联会 甚至能布置起顶级的中等阵法 莫无忌点了点头 顶级的中等阵法 那就是六级阵法了 能布置起六级防御大阵 真神镜之下是别想轻易过来了 真神镜以上 过来的话也得费一番功夫 一旦动静大了 他相信那白絮老头 估计他和自己的约定一定会出手 另外 我还有一件比较要紧的事情 要和大家商量一下 莫无忌打算让出这盟主之位 然后准备动身前往真墨大陆 既然答应了白絮老头 那就必须做到 他的实力现在还无法直接横穿五行荒语 不过他可以从天海过去 可莫无忌尚未说出词调盟主的事情 一道传书飞剑射了进来 直接落在了风振秋手中 风振秋打开了传书飞剑 随即脸色微微一变 立即将手中书信送到了莫无忌面前 玫无忌一见着传书上的内容就吃了一惊 他救过一次玫无忌婆婆 后来玫无忌婆婆一直没回来 这时候却传来了玫无忌婆婆的手书 风振秋面色凝重 是的 玫无忌说他被人引到了失落天须 那里是远古众神的战场 就算是我也不敢轻易进去 但是他发现了极其重要的东西 现在被困其中 风振秋之所以把这话说出来 是因为他知道失落天须是何处 他可不会和玫龙一般想法 以为仅凭问天学功就可以在失落天须中纵横 莫无忌自然也知道风振秋是什么意思 风振秋这是要把事情交给他这个盟主处理 失落天须 莫无忌进去过一次 很清楚里头的危险 要知道当初他进入的时候还是失落天须的外围而已 现在玫龙出事情他不能不管不问 去真莫大陆的事情再退退好了 反正和老头约定的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 他的时间还多得很 各位宗主 玫龙婆婆不但是我失落大陆第一天当时 还是一名真神竞强者 一旦他出了事情 将会是我失落大陆的巨大损失 我打算亲自带四人进入失落天须 有愿意和我一道去的 请站出来 莫无忌的目光随即落在了众多宗门宗主身上 我自然是跟随宗主一道 行皇虽然有伤 但在莫无忌出手后康复得很迅速 风振秋也站了出来 我也过去 玫龙婆婆是问天学宫的弟子 他自然不能推辞 江秀山赶紧站了出来 可还没等江秀山开口 莫无忌就说 江宗主留下来 御门主要布置五行荒域的防御大阵 还要烦请江宗主多多协助 这次大眼宗有冯哲长老后一道 冯哲一样是真神竞强者 和他一起去失落天须 在实力上已经是足够 是 蒙主 江秀山听莫无忌给了他差事 而且这次去失落天须 也没有排挤他大眼宗 顿时松了一口气 蒙主 这次去失落天须 也算我方振天一个吧 一名眼神妖异的宗法男子站了出来 莫无忌一看方振天 就知道他的实力再上了一层 显然突破了虚神镜 来到了真神一层 恭喜方宗主晋急真神 既然如此 那第四个就是方宗主了 好了 其余的宗主 还请协助江宗主和御门主 争取将我五行荒域的防御大阵 尽快建立起来 莫无忌见还有人要站出来 赶紧抱拳 方振天此刻却是心中一惊 他不久前才晋级到真神镜 别人都没看出来 莫无忌一个圆丹静的修士 居然就看出来了 闻听方振天晋级到了真神镜 众多宗门宗主纷纷站出来恭喜 莫无忌也站了起来 此时已早不宜迟 江宗主和御门主 马上准备防御大阵的建立 封院长 星护法 封宗主 封长老 现在就和我前往失落天须 失落天须 进入之后死亡率非常之高 但这里依然会有许多修士进去 直到五行荒域开启之后 来这的人才慢慢减少下来 每一个进入失落天须的人 必定要经过的地方 自然是失落天须外的方式 而失落天须外的方式又一明一暗 明的是天须盟控制 暗的是地下交易市场 有盲也控制 本来地下交易的人就相对较少 自从五行荒域开启之后 这人可就更少了 为了增加地下交易的人流量 盲也不得不为地下交易市场做出宣传 这自然就打破了一明一暗多少年的默契 双方在失落天须方式的争斗 那是越来越大 至于失落天须外面的方式 也被这种不断的争斗 弄得愈加萧条起来 墨无忌来到失落天须方式的时候 天须盟的人和盲也的人正在对峙之中 滚一边进来 一名天须盟的人看见墨无忌这般毫无顾忌闯入两方人马中间 立刻大声鹤马 可他仅仅是骂出半句 就被一巴掌拍飞 拍飞他的人是天须盟盟主欧石成 还没等他明白为什么盟主要拍飞他 他就看见欧石成 恭敬地来到了那闯进来的青年面前 躬身失礼 天须盟欧石成见过盟主 欧石成语气很是谦卑 墨无忌是盟主 他也是盟主 可比起眼前这百宗联盟的盟主来说 他这盟主不过是蝼蚁罢了 他很庆幸当年去过五行玉城 亲眼见证了眼前这青年 成为百宗联盟盟主的过程 欧石成话音刚落 地下交易市场的吕盟赶紧赢了上来 同样是恭声问候 吕盟见过盟主 墨无忌看着这好似黑帮打架般的架势 颇有些无语 好歹也是一群修士 一点点修士的风度都没有 将人都散了吧 吕盟和欧石成留下来 我要问些事情 墨无忌随口说道 百宗联盟的盟主都开口了 无论是天虚盟的欧石成还是盲眼 都不敢有半个步子 赶紧让手下的人退开 哪怕风阵秋几人并不在墨无忌身边 欧石成和吕盟也不敢对墨无忌无礼 凭人家可以站在百宗联盟贡献榜第一 这就不是欧石成和铝芒能动得起的 铝芒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的地下交易市场中 曾经有一个老师在活部 你是否知道 那齐老师从何而来又去了哪 墨无忌并非为齐老师而来 但既然来了 索性就问一下 铝芒赶紧回答 回禀盟主 齐老师在我那地下市场将近二十年了 我不知道他从哪来 不过几年前 他已经死在了自己店铺里 店铺被我封了 墨无忌没有再问 他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了 齐老师会死在自己店铺中 这种话只有铝芒才会信 最近失落天虚 可有何动静 墨无忌这话自是询问面前二人 有 有 几乎是在墨无忌问出来后 铝芒和欧石成同时搭到 是什么动静 赶紧说出来 墨无忌本就抱着万一的心态来询问 没想到还真问出了点什么 欧石成抢在前面说 六天前 在失落荒语深处 有一道青色火焰冲天而起 那道火焰足足冲出了白杖来杠 把天都引清了半边 那有没有去看过怎么回事 墨无忌继续问 欧石成赶紧摇头 没有 那个地方在失落天虚最深处 没有人敢去 去了 必死无疑 铝芒见自己没有答话的机会 也急忙补充了一句 那火焰具体的方位我还记得 应该在鸡明星升起的位置 不偏不倚 鸡明星是攻击每天清晨打明时升起的一颗星 铝芒说鸡明星升起的位置不偏不倚 实际上已经把大致方位说得很清楚了 墨无忌则诞声说 失落天虚方式 如果像你们这样弄下去 估计很快会销声匿迹 从现在开始 这地方由百宗联盟接管了 铝芒 你传我手令 负责去五星玉城 将这件事情告诉百宗联盟 然后和欧石成一道帮助百宗联盟 在这里建立天虚城 天虚城建立之后 你们可以在里面挂一个位置 各自拥有一间商铺 至于天虚城的商业 全部交给百宗联盟 是 遵从盟主号量 是 遵从盟主号量 欧石成和吕芒不敢有半分异议 两人争得死去活来 结果墨无忌一句话 就把这儿画给了百宗联盟 两人不但没有半句啰嗦 还得尽心尽力建造天虚城 随口一句就解决了 失落天虚的方式问题后 墨无忌已经带着四名真神静强者 进入失落天虚 直奔寄明星放位而去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小编C和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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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C和粘水